人生啊,他就是玩玩就算了,你还当真了,人活着一辈子啊,老婆是你的吗?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,我敢肯定,你老婆90%以上可能不会再选择你,老公属于你的吗?男人啊,酒足饭饱之后啊,都在干啥,心里你还没个说啊,孩子属于你的吗?用你的钱的时候,暂时属于你的,其他的时间都属于他自己的,哪个孩子翅膀硬了之后,他还会听话啊,房子和车子属于你的吗? 你存在的时候啊,可能会属于你,生命结束以后呢,他会属于另外一个人的,金钱属于你的吗?你曾经用钱买过一切,用过的他才属于你的,你卡里的无力积蓄到几倍数字,通通都只属于市场,所以无力你有多少财富?你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经手人而已,那什么是你的?所以你的东西啊,只有两样,一个是快乐,一个是健康,如果你把这两样东西给他弄丢了,那你的人生啊,本质上, 他就是一无所有的,所以无论发生什么,无论你现在经历了多少坎儿,经历了多少麻烦,无论你有多少放不下,哎呀,统统顺其自然,人生就是玩一玩就算了,你还当真啦?